七弟 你为什么借理发的剪子 而且等着要 是你那位女朋友要剪发吧 秀珠妹妹来了 她说对你的事完全是误会 你愿不愿意跟她言归于好啊 你若愿意的话 我会做一个合适老 此至焰西地 欲分比 韩芒 你来一下 什么事 把这匣子还给金先生 我不去 你自己去吧 让你去你就去啊 你生气了 好好好 我去啊 我去啊 你别忘了告诉她 这里面还有一封信 七少爷 七少爷 韩芒 这是您的匣子 我们小姐说了 这匣子里原本放着一封信呢 我怎么不知道呢 七少爷 您看 这个麻烦了 还定误会了 这匣子 ど� penirability 进去 喂 三早 好 好啊 表姐 你这一杯汽水 摆扰了半天 气儿晨跑了 该不好喝了 我刚才喝了一杯 不敢再喝了 攀到肚子 表姐向来爱吃凉的 怎么全部吃了 是不是 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你一个姑娘家 总留意这些事情干什么 你再说 你再说我打你了 怪了 你自己说漏了嘴 都要跟我撒泼 表姐 你这张嘴实在是太厉害 怪不得你们家三个见了你 是浩子见了猫似的 你可别胡说 我们是恩爱夫妻 哪像别人哪 还没过门呢 一会儿亲热的 像命似的 一会儿呢 又成了冤家 你可别这么说啊 不婚不素的 你要再这么说 我可跟你急了 你这死丫头 越来越不像话了 既要利用我 又不肯跟我说实话 你不知道你表姐 真是一片痴心 想促成你们的好事 你以为我故意这么说 开你的玩笑吗 谁听你这些疯话 我这是疯话吗 那好 以后你有事啊 可别来求我啊 老七 你跑我们后面去干什么呀 我又没有偷听你们说话 只是经过这儿 干嘛就下这样的毒手 哎呦 你可真是游泳死我了 我呀 真的不知道你在我们后面 再说 他怎么就那么巧 一泼就泼到你脸上了 旧猪什么时候来的 对不住啊 我不知道是七爷来了 哎 你干嘛去啊 回房间去 哎呀 都这么大人了 别跟小孩似的捉迷藏了 来 坐下 老七 没想到我那封信过去 你真来了 我以为你不会来呢 您这什么话呀 嫂子让我来 胆敢不来吗 不是那么说 你那么忙 能抽空过来一趟 那是多不容易的事啊 您这是在骂我吧 你明知道我最闲了 怎么忙了 您越闲哪 就越忙 等到最闲的时候 恐怕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哦 您的意思 我就变成无业游名了 三少奶奶 太太找您有事 请您过去呢 哦 哎 老七 在这坐一会儿 帮我招待一下客人 我一会儿就回来 您的意思 不就是让我陪客人来的吗 可不是吗 七爷 你 还在生我的气吗 没有啊 我没有生气啊 可你这就是生气的样子呀 生气还有生气的样子吗 我怎么不知道 喝点汽水吧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我觉得很陌生 不太像我以前认识的秀珠 我以前什么样子呀 你们总算是和好了 以后可不许再闹了 要是再闹的话 我都替你们难为情了 嫂子 坐 都这么大人了 还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的 像什么样子啊 表姐 你的口德实在是太坏了 得休息才好 小心将来下跋涉地狱 你听听 这也是文明小姐说出来的话呀 连跋涉地狱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呀 嫂子 是你不对的 你们倒联合起来了 弄了半天 你们刚才都是在做戏是不是 瞧你们这儿 有说有笑的 可真热闹 我还以为是千军万马呢 原来就你们三个人 你来得正好 我们这三缺一 咱们打四圈怎么样 这么热的天 别打牌了 我们乘凉吧 好不容易凑到一块 打几圈嘛 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呀 我给他们当和事佬 成功了 我的面子多大呀 还不该高兴吗 你真是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你还怕人家不好呀 没准啊 人家背着我们 不知道好了多少回了呢 你呀 也是个该下跋涉地狱的 妹妹 你说我口德不好 现在人家比我怎么样啊 你们都是一样 这是在你们家里 我不敢跟你们比试 就由着你们说我得了呗 我们这七少奶奶呀 就是比我们这三少奶奶好 有大有小 难道嗓子开起句玩笑 还要计较吗 大少奶奶 得了 您就别欺负咱们外星人了 说得多可怜呢 好了 我不说你了 我们打牌吧 不过我要打大的 还要打线钱的 老七 人呢 又走了 小两个月 还是两个月 小洒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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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少爷 住在这豪华的房子里 未免有些太奢侈了吧 这个都怨我 要是你妈不给我闹别扭 我早就另房子住了 然后把你名媒正娶 风风光光地娶回去 不不 大少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像我这样的风尘女子 怎么能够名媒正娶呢 更何况是国务总理家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 就是像现在这样 我也已经觉得心满意足了 可惜 你始终没有摆脱你妈的要挟 她一天到晚地盯着你要钱呢 其实她提的要求也不算高 大少爷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别的也就算了 唯独 她要跟着你去这件事 我不能答应 如果她是你的生身之母 我不能说什么 可她一定要做个债主 成天跟着我们 这怎么行 再说了 我怎么能总跟她 这样的人交往呢 少爷 来 吃点宵夜吧 怎么全都是素食啊 你在家不是吃过 鱼饰宴窝来的吗 要知道吃了重婚 吃点素菜才有滋味 更何况这稀饭里边 又加了火腿丁 你啊 挺能干的 将来娶了你 一定也挺能当家的 只是我姓金的 未必有这个福气吧 少爷 我现在是周夜伺候您 要不要我 就看您一句话了 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话 对不对啊 你不提这话 我也不敢说 少爷你对我是百般宠爱 我对少爷也绝无二心 你这句话是真的 那就好办了 只要你肯和我合作 一起来对付他 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你老实告诉我 要把他扔开 你看得花多少钱 少爷 我把这儿给你热热吧 你先别打岔了 你先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他要多少钱 你就能跟他脱离关系 少爷 你是真心要赎了 阿湘的自由身吗 这话还有假吗 你先回答我 喂 您找谁呀 原来是你呀 怎么了 不应该是我吗 那我挂上了啊 没说不应该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你过来吧 陪陪老太太怎么样 人家欢迎我吗 快点啊 好吧好吧 我马上就过去 重一点 怎么跟挠痒痒似的 不敢当 不敢当 白小姐怎么干起 这种活来了 是白小姐啊 来来来来 坐坐坐 我还以为是我们家的小红呢 真是不好意思了 没事 小红 在 真对不起啊 能伺候伯母啊 是我的福分 这些活儿 本来都是应该我们做的 白小姐这一来呢 都代劳了 我妈不应该谢吗 我就是不愿这样客气 凡事总是随便嘛 随便是好 可是反客为主的事情 怎么敢当呢 太太 大夫来了 是谁又病了 怎么又请大夫 是我们大嫂 大嫂 昨天见他还好好的 怎么今天就病了 你不知道 这几天 他们小两口闹意见 凤举呢 不见人影 她大嫂接着就病了 你带着梁大夫去瞧瞧 修珠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再见 再见啊 妈 我们去了啊 卖 卖 没什么病状 体温也很适中 只不过精神前往点 休养休养就好了 要这样子说 就不用再看药了 虽然没有病 却是吃点药也好啊 那这是什么缘故呢 自然有缘故喽 我又见一见太太 好 好 好 大夫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明白 大嫂 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既然没有病 请大夫来做什么 走 我去问问妈妈去吧 太太 梁大夫来了 太太 恭喜 恭喜啊 好 好 大少奶奶啊 是喜脉 这话是真的吗 别是不舒服吧 太太 我这当医生的 又是连一个有喜没喜 都分别不出来 这还当什么大夫啊 梁大夫 你别多疑 我是因为我们家大少奶奶 没有露一点风声 突然听到这消息 我感到意外 这就该预备产婆了呀 你说是西洋产婆好呢 还是日本产婆好呀 那倒用不着 这倒也是 我们家二少奶奶 也经常不舒服 梁大夫 是不是也请您给她瞧瞧 二少奶奶 老太太让您过去呢 来了一个医生 刚给大少奶奶看完病 说是大少奶奶有喜了 真的 那我去瞧一瞧 老太太还说 也让您过去瞧瞧病呢 我 二少奶奶说她没有病 不肯瞧呢 她为什么不来瞧啊 肯定是你们这般东西 多嘴多舌 让她不乐意了 我们又不知道 二少奶奶有什么病没有 说什么好呢 先下去吧 是 太太 梁大夫 让你见笑了 我竟然连自己的儿媳 都叫不动 不瞧 也不要紧 我那儿倒有些 欲应虚知的小厕子 里头啊 有好多种保胎法 我可以拿过几分来 给几位少奶奶瞧瞧 那就谢谢了 今天老太太对你怎么样 还行吧 一去啊 她还因为我是小红 连眼睛都没睁 就要我做事 要是认知没来呀 指不定她还要我做什么事呢 真好玩 还好玩呢 堂堂一个大小姐 在家什么不是下人伺候着 竟然跑这儿来 给老太太洗脚 只要能挽回她的心 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 依我看哪 这老七太不识好歹了 你对她真心真意的 可她呢 表姐 你说 我就真的不如那个姓朗的姑娘吗 谁说你不如她了 老七只是一时糊涂 你放心 她早晚会回到你身边的 我并没那么乐观呢 原以为什么都是我的 什么我都应该得得到 包括燕熙 也应该属于我 谁都别想从我这里夺走她 可现在呢 我觉得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我有可能失去她 妈妈 佩芳来了 来 坐 你呀 应该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别像平常一样 在屋里来回走动 我一个人在房里 闷了三四天了 实在是太闷了 我想找人打打小牌 打牌 那不行 凤举呢 她没在家 我已经有一个多礼拜 没看见她了 她可能是忙吧 是吗 昨天还在我这儿坐了一会儿呢 她回家是回家的 只是每次都匆匆忙忙的 我总是看不见她 这孩子又是这样 回头我给部旅打电话问一问 随她去吧 您要是疑问 她又该生我的气了 大爷来了 阿湘呢 阿湘呢 还请进 好 再给你 现在啊 都流行剪短发 我看晚上也可以把头发搅了 你看怎么样 他现在是大爷的人 大爷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算我的人 不见得吧 怎么都算大爷的人 事到如今 难道还要让我把他接回去 就算大爷肯放手 他也不愿意 我看呢 现在住在饭店里 像个美妙的佛爷一样 总不是个规矩 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想订个房子住吗 今天下午 我们就去看房子 今天看好了 明天就可以搬了 不过 我还有几句话 要和大爷商量商量 好 有什么话就请说吧 最好通通快快地说 难得大爷这几个月 给小姑娘捧场 我现在外面的债 恐怕少说还得四千以上 还有什么 只求求大爷 把我的债给料理完了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下子让我拿出那些个钱 我可拿不出 不如让我筹划筹划 您就别客气了 要是大爷都拿不出钱 说出去还不成笑话了 我并不是跟你开玩笑 这又不是一两个钱 岂能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的 哪能一定要大爷 马上就拿出那么多钱 大爷 今天过和戏院的戏不坏 你们听戏剧吗 昨日闹了一宿还没睡足呢 今儿晚上要休息了 嘿 都会装傻 四千块 我还便宜你了呢 你要是少给一个子 我也不答应 他跟你说什么没有 他没跟我说什么呀 他正要带起你走呢 就不说点心里话 你不是老嫂就告诉我 不让我理会重量这一句话吗 所以他每次跟我提这句话 我都不言喻 他见我不说话了 自然也就不提了呗 呸 你还打算花言乔与冤老娘呢 他有钱又有事 你还不是愿意跟着他 看他爱搭不理的样子 就是你跟他说的主意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随随便便跟了那个刑金的 那可不行 别说他是总理的大少爷 就是总统的大少爷 我也不含糊 那要怎么样呢 人家在我们身上也花了不少钱 人家当时没招呼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的 现在招呼了我们 我们又是怎样的 好丫子丫头 竟敢听我的嘴 你哭啊 我以为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再好说话点 你还不爬到我的头上来 从今儿起 我就守着你 看你能掏出我的手心 三哥 什么东西 看看 怎么样 真好看 这不是你吗 刚从陈一芳那儿拿来的 你别告诉他们 他们要知道了 又是是非 陈一芳来了吗 一芳 哎呦 七爷 好久不见了 哪儿是好久啊 这边 前几天不还见着了吗 哦 前几天哪 我去看了你的玉堂春了 唱得真是好 不过你在台上我在台下 没说上话 也就不算见面了 七爷现在很用功 不大爱听戏了 也不是啊 只是天气太热 我觉得戏园子里边空气不大好 我就不大爱去了 这把扇子不错 拿来看看 哎呦 一芳啊 你的画迹是日渐进步啊 画不中看 七爷要是不嫌弃 您就收下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好像三哥也有一把吧 我是特意为七爷画的 三爷那里不过是应付他罢了 哼 七爷 我来看看您的手相行吗 哎呦 我这双露财的手 有什么好看的 看了呀 小心长睁眼 七爷的面相就更加好了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帝王之相啊 三哥呢 三哥怎么还不来啊 我今天是来看七爷的 又不是来看三爷的 什么 不是来看我的 那我走了 哎 三哥 干嘛生气啊 人家开玩笑的 干嘛当真呢 你们都走吧 有他来陪着我玩就行了 玉芳 这样该打 你不但把我骂了 连你自己也把自己给骂了 我说话可真不留神 您可别多心 不在意的 不在意的 你们都在这呢 七爷 我到处找您 三少奶奶请您去呢 三少奶奶知道我在这 那我不告诉他就是了 行 那我先去了啊 人走远了 看不见 那我去客气了 不论 天一色 我有点泡了 现在 今天给人说谈了 少许时音时输了 你去哪儿了 我还要找你帮我玩两牌呢 前面遇见一个朋友 坐聊了一会儿 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就是打牌啊 你来玩吧 我就不玩了 我得先把这扇子放下 来玩吧 来玩吧 给我看看 是什么贵重的扇子 要这么把郑重骑士地收起来呀 一个朋友送了一把新扇子而已 谁赢了 是个女人画的呀 玉芳 听起来倒像我妹妹 老七 这是冷女士送的呢 还是热女士送的呀 既不是冷也不是热 她不是个姑娘 不是个姑娘 那就是少奶奶了 是哪家的少奶奶 画得这么好 她也不是哪家的少奶奶 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 一个爷们儿 干嘛起这么艳丽的名字呀 你真是聪明 是糊涂一时啊 这大名鼎鼎的陈玉芳 你不知道啊 老七 她也是你的朋友吗 没出息的东西 跟她交朋友的人 可不是只有我一个哦 你到底打不打牌啊 怎么那么多废话 八条 我不要看这样的脏东西 你拿走吧 不看你不看 别说了 红中 铁鼠 那我去看二嫂的牌 你怎么一人看两家牌啊 就是啊 没事 不说话不就得了 八财 交张一 我的儿啊 谁把这事都放这儿啊 谁把这事都放这儿啊 别藏了 我早看见了 不就是一个亲衣送的吗 是啊 是唱亲衣的 你捧谁不好 偏要捧个男的 你好意思吗 我要是捧个女的 你又骂我想套小老婆了 我什么时候骂过你 什么时候敢骂你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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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有礼 我说不过你 我给你毁了去 你你你 你还给我 你干什么你 坐手 你不还圣山 你不还 我就没敢毁了 铁鼠 不对啊 好像三哥三嫂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这都是你惹的麻烦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跟你没关系 扇子啊 扇子给你闹的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解铃还需接铃人 还不快去 铁哥 快去看看吧 我才不参与进去呢 去啊 去看看吧 我也去 咱们也去看看 你给我手 你给我手 你不还是不是 你不还就给你死了 你快走快了你 三嫂 您看 您这是何苦呢 这东西啊 是陈玉芳送给我的 你还帮他说话呢 他自己都招了 还帮他说话 三嫂 您看看 那陈玉芳是个男戏子 我们家三哥 能跟他做什么呢 再说了 您自己不是喜欢 一个小婶叫什么来着 健生 对对对 寻健生呢 难道 难怪呢 你们是亲兄弟 你当然帮他说话了 可是你说话得讲理由吧 你一味地保护他 你把我往哪儿放啊 以后啊 你也别叫我嫂子了 我担当不起 三嫂 你别生气 七哥也是好心 玉芬啊 你消消气吧 别生气了 嫂子 你要是真生气了 你把气撒我身上 打我 对对对 打气 打这 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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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疼啊 可惜 好了 消气了吧 三嫂 好疼啊 嫂子 宋先生 宋先生在家吗 在家 在家 七爷 里边请 里边请 行 行 行 好 请坐 请坐 这昨天晚上啊 下了一晚上的雨 所以在家里打了一宿的牌 蛮怪的 昨天我到你那边去啊 里边静悄悄的 是吗 那宋先生 您有什么事吗 我要到天津去一趟 大概要有十天左右的耽搁 说下这边的事情 还要请老星多多照应啊 这是不孝说的 宋先生是哪天启程啊 本来是要今天走的 可衙门里的架还没有请好 所以 大概要等后天才能走 怎么说起来 应该为宋先生建行啊 才早几天建什么行啊 要不然 咱们把菜送到这边来 请冷伯母跟咱们一起 喝上两盅 您看呢 那倒不必如此费事啊 哪里费事 只是叫厨子 多添两个菜而已 就这么定了 好好好 他妈 七少爷 这个 怎么回事啊 哦 他生气了 你知道吗 知道一点 看他难受的样子 真让人发愁 你去跟他赔个不是 不就结了吗 我也不知道 怎么得罪他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也只有他自个知道了 好吗 这样 麻烦你转告你们家夫人 说我们晚上 一起吃个便饭 那 不用到我那边去 我把菜拿过来 咱们晚上一起吃个便饭 什么事都没有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走了 是的 少爷 这么丰盛的佳肴 不喝点酒是不行的呀 宋先生要喝就喝这个好的 好好好 茅台 伯母 一起 金先生 真是不好意思 怎么好两次三番地讨扰 你看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只是一点小意思嘛 要是老这么说 我就更过一步去了 这大姑娘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去叫她去 好 好好好 来 姐 姐 秋儿 你也去坐一会儿 好吗 妈 我不饿 你可不能由得兴子来啊 总得给人家点面子吧 走吧 走吧 好 好 好 季先生 冷小姐 上次帮您拍的照片 已经映出来了 您看满不满意 我来看一看 看着太好了 这秋儿剪了短发 越发漂亮了 不错 真是不错 这背面还提得白画师呢 这是不才献丑了 请别见相 伯母 昨天晚上的雨下得可真不小 可不是 这屋上的水啊 跟瓢泼的一样 对啊 昨天街上又断了交通 我想出来也出来不了 来 请 好好好 你看你 耍什么小姐脾气啊 把人家七爷都给弃走了 还笑呢 我问你 你到底对七爷是什么态度 你得明确地告诉人家 我的态度啊 就是不用你管我的事 你是真不明白啊 还是假不明白啊 放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日子不过 非要过那苦日子是不是 习惯了 我想不了那轻浮 我也不羡慕人家 各有各的活法 你这傻丫头啊 叫我说你什么好啊 你是不是相中别的什么人了 您这还是就是说的话吗 你羡慕人家有钱 你就去巴结人家 放着人家 真重人 我看 要嫁你自己嫁吧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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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硬了 目中无人了 连你舅舅你都敢数了啦 啊 我问你啊 你这吃的 穿的 住的 都是哪来的 啊 是谁供你上的学 哎 又是谁养活了你 你知道不知道啊 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哼 二弟 你这是干什么 哎 你问问他 气死我了他又 嘿 哎 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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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儿和他舅舅吵起来了 秋儿酷得像个泪人似的 为什么呀 还不是为亲爷您吗 为我 你也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他是你长辈啊 长辈说的就都是对的 长辈就可以骂人吗 妈你都听见了 以后 我自冒出路 不求别人 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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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你要上哪儿去 站住 如果是我跟你听了太多的麻烦 我说一句对不起 并且 我向你保证 我向你保证 从今天这一刻开始 我会在你生活里消失 永远不要跟你见面 但是 今天晚上你哪儿都不能去 马上回家去 马上回家去 我知道 我在你心里只是一个枉苦子弟 或者说 是花花公子 我告诉你 你错了 你看看这儿的小街 和这儿露灯吧 你看看这儿的小街 我知道对于你来说 没有任何特别的 但是对于我来说 这儿 这儿 却是我一生都不能忘记的地方 因为在这儿 也是这样一个晚上 我第一次遇见了你 从这个开始 我告诉自己 这是上天的缘分 你就是我要找的爱人 为了我们再次相遇 为了我们再次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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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他呀 早两天就准备看这出好戏呢 霸王别急 这下好 好戏就在眼前 你却叫他回去 这不是煮熟了的鸭子给飞了吗 小莲呢 叫伙计偷块热毛巾 撒上点花露水 香气一冲 人就爽快了 此次不过 真不过 真不过真究立命 此备若视通定 此备千贵待望 杀定 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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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去看戏了 小莲 小莲 你这是要去哪儿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得罪你了吗 你哪里要得罪我啊 我要回去了 小莲 你为什么要走啊 小莲 你为什么要走 我不好意思见你了 小莲 你错了 小莲 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讲 那边有个小饭馆 我们到那里边去谈谈好不好 你只管跟我去好了 我自然有话要对你讲 吃点东西吧 吃点东西吧 你怎么不吃呢 我明白你的心事 你是因为我知道了你的事 怕我藐视你吧 如果要是你这么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就是因为你是金服上的人 所以我怕没有法子接近你 我是一个没有积极观念的人 别的我什么都不问 我只知道 你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柳少爷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丫鬟做朋友呢 没有为什么 将来时间久了 你自然会知道 我倒要问你 夏家结婚那天你去了不算 为什么毕小姐请客 你还要去呢 我不是故意要去的 只是碰巧罢了 不想这样一来 却惹出是非来了 出了什么是非 这戏看了几十遍呢 你怎么还不念呢 或者时间呗 小莲这孩子去哪儿呢 怎么还不回来 杀吃成呗 少奶奶还以为我在想卖店呢 我要走了 我们以后在哪儿见面 没有地方 你绝对不能出来吗 刘少爷 你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 你以后不要再来见我了 切腿往江洞 再吐腹心促过真旧黎明 切非若是痛心 切不轻贵待望 沙地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 没回家 刚才正好路过夜市 去绕了一个弯 我去了很久吗 可不是吗 副尹黄 又见不见 自问赈欠 exaggeration 你的管理 费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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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薰痴短欠 呐 大 我 我 我 怎么了 心神不宁的 想什么呢 没有啊 您说 这花为什么要浇水呢 这花不浇水会哭死的 干吗问这么笨的问题 人也一样 怎么你也变得 像林妹妹似的 多愁善感起来 说 想什么呢 谁啊 我不过是莲花思青罢了 你说 莲的是谁 撕的是谁 七少爷 你又拿我开心了 我怎么把你开玩笑 我跟你问问题啊 天心 你在干什么 我在问小莲问题呢 走 到你房里去借本书 你除了借书还会做什么 走吧 喂 喂 喂 是 我是白公馆 啊 你是金公馆啊 好好好 静等一下哈 秀忠妹妹 秀忠妹妹 喂 喂 你的电话是金家打来的 真的 哎 鞋 没穿鞋呢 喂 是燕熙吗 喂 喂 嫂子 你有骗我 怎么会呢 明明是一个男士 还说是金公馆的 找白小姐啊 你问她是谁吗 没有 我一听说是金公馆打来的电话 就以为是燕熙少爷 所以就去喊你喽 对不起嘛 都是我不好 我们全家啊 都快被燕熙整得发疯了 韩妈 喂 我去金少爷家 好像把一条手绢 拉在她那儿了 你去帮我问问 看她捡到没有 一条手绢还去跟人家 咬多寒沉又不值钱 你就别管了 去问就是了 好吧好吧 秦少爷 我们家小姐手绢丢了 那上面还秀着她的名字 她是 你来得正好 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家小姐 我们家小姐手绢丢了 她让我问问你捡着没有 你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家小姐 她什么都知道 这封信写的就是这事 嗯 嗯 小姐 给 手绢找到了吗 你瞧这个就知道了 这没提手绢的事啊 秦少爷说 你瞧这个就知道了 那她不是提手绢事 她提什么呀 嗯 没什么 都是一些无关解药的事 秦少爷 秦少爷 你穿着新衣服要干吗去啊 啊 有一个同学 找我去他们家学习 这孩子 有几件新衣服 非得把它穿坏了才算啊 上同学家去穿那么好干吗 你老人家总是这么像 有了新衣服就留着 等到新的变成旧的 又要改着穿了 哎呀 你要穿啊就穿吧 说那么多话 老冯 秦也您来了 啊 嗯 这位是少奶的吧 房子干净吗 干净 打扫好了 您请进吧 要不进去坐坐 不去了 好 走吧 你看 这儿的视野多开阔啊 住在城里的人 是无法感觉到的 是啊 住在这的人 就不能领略得到 能领略到的人 就无法来到这儿 你知道我今天 为什么要请你到这儿来吗 不知道 还记得啊 在王家后花园 我跟你说了一半的话吗 那另一半呢 你看那儿 我看看 你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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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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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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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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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奶奶 小姐 小姐 小莲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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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看看 太太 您别着急了 来来来 见红了吗 见红了呀 什么叫见红啊 叫怀叫叫 别跟着吓仓谎 先到刘产 送医院 那 那 那太太还保得住吗 现在很难说啊 赶快送医院了 真是的 这奉举呢 这东西实在是 看来也不像话 明天告诉我 就把她痛斥一顿 来来 把她衣服 给大少奶奶穿上 给她披上 小妈 你们扶着 小心啊 慢点 慢点 快点 来走 梁大夫 谢谢 真是太感谢你了 您别着急 走好啊 好 这可怎么好啊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我们是担心大嫂 大哥太不像话了 天这么晚了 穿那么件睡衣 小心着凉了 妈 我是起来得着急了一点 我就忘记穿外衣了 其实我这么大的人 还是知道寒热的 知道是知道 大家得小心点 你也是个双生子的人了 万一有个风寒 还不都是我的事啊 二嫂 别跟他老人家说话了 否则呀 这话越说越多了 今儿晚上都不能想睡觉 怎么 还行往啰嗦呀 没有 我是想要是大哥再不回来陪大嫂的话 等明天我就陪大嫂睡吧 你 你睡觉满床打滚 谁敢领教啊 我没有 行了行了 都回去吧 走吧 你瞧 可不是凉嘛 动手动脚 什么意思你 我瞧你穿一身单衣服 怕你受凉 撤得好 摸摸你的手 你就给我钉子碰啊 凉不凉我自己知道 谁叫你这样假情假意的 我这是唠了一句什么好话 我这也是虚情假意啊 趁咱俩今天都睡足了 咱把这道理讲一讲 你不是提倡什么男女平等吗 为什么在男女平等的原则里面 妇人对于她的丈夫是在例外呢 那难说 也许有人就得例外 你看 以你这种口气啊 就一弱小民族带我 我哪儿去找什么平等啊 你别生气啊 去 过去 别跟我睡 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别生气 你讲不讲道理啊 我好端端给你盖被子 你倒生气气来了 动死你活该 我才不管呢 好 你跑 我叫你跑 你跑得越远越好 三更半夜的 你跑出去了还好意思回来吗 哎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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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二哥 嗯 啊 开门 哎呀 我已经睡了 要拿什么东西明天早再拿啊 啊 快开门 我有事情找你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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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要拿什么东西啊 这么晚了 什么都不要 是你二嫂找我麻烦 晚上睡不着 今儿晚上我睡这儿了 睡我这儿 那可不行 我应该睡惯了 多一个人 不习惯 怎么不行 这么大床 不能睡两个人 行了行了 吵什么要吵 要吵吵二嫂去 半夜三斤 跑到我这儿来吵我 这根本就是 沉门失火 央吉池鱼不是 我就是不愿意和她吵 这才躲开的 你愿不愿意 让我在这儿睡 你要不愿意 你把毛毯给我 实在不行 我睡沙发行不行 不是我不让你睡 我是爱怕二嫂 知道之后 骂我们兄弟俩勾结一气 不是好人之类的话 我才不管呢 你这样一条毯子 会冻着的 干脆 上来睡 我们城门失火 岂能央吉池鱼啊 行了行了上来睡吧 快 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 快 对嘛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 还是床上舒服啊 还是床上舒服啊 二哥 你别睡 怎么了 你说 你说这结婚到底有什么意思啊 你看看 大哥大嫂 为那么一些琐碎的事 整天闹得不可开交的 三个夫妇也更不成样子了 为了那么一个男戏子 成什么样子 你没以为你们夫妻俩 让人羡慕 没想着大半夜 给轰出来 哪个容生之地都没有 你怎么敢叹起婚姻问题来了 我值得来面对啊 所以 让人想起来望而生未啊 一句话 结婚是个陷阱 要是跳进去啊 就出不来了 我还可以当和尚去 瞧你那样还当和尚呢 睡吧 睡吧 你这不是有意为难我吗 配方有喜了 你在这个时候跟他生气 你这么闹我也不知道 别人还以为是我放纵你这样 我没有和他生什么气呀 还说没跟他闹呢 你都一个星期没见他面了吧 我见到他就跟我吵 所以我不愿受这些嫌弃 我躲开他了 你躲到哪里去了 还能在哪儿 不就是客房吗 你天天回家 我怎么没见到你啊 我不来见您 您怎么能见我呀 少跟我耍平嘴 从今天开始啊 你天天回房睡觉 这样东跑西藏的 跟小孩子一样 太不像话了 好好好 我去 配方 怎么样 好点没有 我一听说呀 马上就赶过来了 你说说你 你也不小心点 你居然还怪我 我怀孕都五个月了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 这回这事也是你气的 好好好 都怨我 行了吧 我的大少奶奶 你可得千万保重 只要你保住了身子和孩子 你让我怎么赔罪都行 大夫 我太太的病情怎么样 孩子保得住吗 问题不大 情况还算稳定 不过 还需要一段时间治疗跟观察 对了 你们谁给我去办理一下 住宴手续 小林 你跟大夫去一趟 想吃点什么 算我陪费的啊 小林 和你一起来的那二位是 他们是金家的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难怪觉得面熟嘛 总理过生的时候见过他们 看那边 是内科 从这儿直直走拐过去是R科 那边还有耳鼻喉咳 走 我带您去后桥看看 医生的工作可真好呀 扶贫疾困 治病救人 不如你跟我一起来坐吧 我哪会啊 不会可以学吗 你可真好 不过恐怕我没有那么好的福气 我可以教你啊 我 我先回去了 再见刘医生 הט� 你咱 Aren't you like 七爷怎么睡这啊 七爷 七爷 二爷 二爷怎么睡这儿了 二爷 二爷 几点了 快八点了 老七呢 睡沙发上了 都昨晚不是跟我睡在这儿吗 没人呢 我们七爷睡觉啊 向来不习惯旁边有人 哪像您二爷呀 太太成天陪着 要是您身边没个人哪 恐怕您还睡不着呢 瞎说 你们七爷就那么干净啊 二爷 我可不是替我们七爷说话 那多少个小姐 哭着喊着 要跟我们七爷交朋友 哎 我们七爷还真是挺规矩的 那是迫不得已的时候 陪他们喝点咖啡呀 吃点大餐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 她跟白小姐交往这么多年 能这么浪漫春节啊 哎 二爷 您要是不信我的话 我敢把脑袋拧下来给您 你这么固着主子 七爷也没白疼你呀 好了 你去李妈那儿 把我那个牙粉牙刷 还有我那个媳妇给我拿过来 哎 你笑什么 快去呀 二爷 现在天还早 人家都没起床呢 哎 李妈早就起来了 快去快去 哎 哎 你愣着干什么 你是七爷的人 我就支不动你了 不是不是不是 霍哥 起来吧 铁 二哥 你别生他的气 我也不是为他辩护 您坐下 您自己都不敢回去 他是什么人啊 他敢去啊 我不是不敢去 我怕一大早就去 又是吵架 吵着大家都不好睡觉 今天您也害怕吵架 那就别去 待着啊 我怕什么 我才不怕呢 您别去 吵架了怎么办 别去哥 我去我去 秋香 过来过来 什么事啊二爷 这花可是有树木的 二爷要可不成 你真小气 谁抢你的花啊 哎 你去屋里把我东西给我拿过来 东西什么东西啊 要不我把花送回去再给你拿吧 你何必白跑一趟呢 你叫你妈把我的牙粉牙刷 还有我的幸福给你 给我拿过来 快去 怎么了 你们两口子用到别扭了 混账东西 两口子的话是你说的嘛 越来越没规矩了 这也不是坏话呀 要不你自个去拿 我不去 回头少奶奶该骂我了 哎 你瞧 我又没怪你 我拿是去拿 不过二少奶奶要不给呢 不可能 她又不给 你给我回个话 快去快去 好 快点 哎 二爷二爷 哎东西呢 没给你啊 不是 我们少奶奶不让我去 为你这事 人家还挨骂了呢 少奶奶说有多事 你们心里 怎么就搁不住一点事呢 为什么要告诉她 得得得 我自己去 站住 你干什么呢你 洗脸刷牙 你拿这酱就够了吗 还不如你多拿些走 省得要什么回来去 鬼鬼祟祟的 谁拦住你 不让你去不成 我让着你 你可别婆婆妈妈的啊 好 我告诉你 这不是你洗脸的地方 你爱到哪儿去请便 你是否有点喧宾多主啊 你也不问问 我是姓金还是姓程啊 好 姓金怎么样 姓程又怎么样 你说我宣明夺主 我就宣明夺主 你把我怎么样 我不让你洗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你看 我都等了半天了 你给我 细皮笑脸的 你厚颜无耻 得得 我让着你啊 难道我就找不着一个洗脸的地方 那你怕什么呀你 顶多你学着你大哥的样 躲在外面不回来 我好 落得一个眼前干净 别以为你有几分财色 你就可以威胁我 我告诉你 天下有才有色的女人多的是 我就不怕你威胁我 我还不回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 小姐回来了 这是金少爷给你的信 七少爷 您今儿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看电影啊 您不是约好 十一点跟冷小姐去看一某一爱情吗 这么重要的事我能忘吗 别车 是 七少爷 三少奶奶 老七 二哥不在这吗 孙嫂 早来有事吗 昨天晚上在我这儿睡了一宿 完了早上匆匆忙忙回去 不是我要找她 我问她为什么跟二嫂生气 我呀 想当个调解人 我也不知道 老七 大华剧场十一点钟 有一场电影叫什么 阴谋与爱情的 说是很好看 你可一定要陪我去呀 我自己要去的 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自己要去的 不过约了其他人 不能陪您去了 不行 你把约的人推掉 不然的话 以后有事别来求我 那怎么成啊 你要不请我去的话 我可生气了 我请你去看 但是 别淡事了 没那么费劲 好了好了 三嫂 我出钱让你去看 只是我晚点到 因为有点正经事要办 我知道你没什么正经事 你要不这么说我倒不疑心 你这么说我倒疑心你想逃跑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正经事 我真的有正经事要办 好吧 就算你不去 我是也要去的 而且有我替你做主 钱花得更多 到时候钱花出去 我也不怕你不认账 笑一跳啊 三嫂 您们也来了 您好 叶星少爷 您好 白太太 老七 票呢 哦 我有两张 给你一张 怎么只有一张 明明是四个人呢 这不能怪我 只能怪他 他没说有其他人来 所以只买了一张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再去买 不用了 表姐 人家没有买我们的票 又何必强求呢 反正我已经看过了 你们去看吧 哎 瞧你办的好事 还不快去追 我干吗要去追啊 我又没做错是吗 叶星少爷 我很想和你聊聊 可以吗 今天啊 今天我约了人 改天好吗 那明天可以吗 那明天下午三点 办到咖啡厅 好吗 专业 television 电 大兵 大爷来了 不由此人 这真的别人 不由此人 不由此人 才睡着 没多大会儿 刚刚还在问 大姐几时来呢 很香 那你和她慢慢聊 醒醒吧 你不行 我可要隔着你了 沈彦 别闹 你说还有谁啊 醒醒了 好 你不理我是吧 那我可就要走了 你走 飞也飞不了 那你为什么不理我呀 你好几天都没理人家了 到处人家不理大爷呢 好 你刚才装睡 对 就是要报复我啊 人家这一回子没理你 你都说起人家来了 那你好几天都没理人家呢 那该怎么办呢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 非得天天来不可嘛 你真狠心 我又没有得罪你 为什么不来了 妈妈 妈妈她打了我 妈妈她打了我 你知道吗 我看看 我看看 我并不是对你有什么不满 这你是知道的 我还就是烦他 找我要钱要得太狠了 我呢 是想歇两天不来 看他会怎么样 你歇两天不来 他要什么钱 只是我不知道你什么心思 这边还要受他的气 你这哪里是和他为难 简直是在跟我为难 我看你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他几个钱 把他打扶了吧 他要是找我要千八百的 我还有个商量 他找我要那么多 我怎么能答应他 你呀 别傻 你跟我现在的日子长着呢 还帮着他要钱干什么 他又不把钱给你 为什么不把钱留着 给自己用呢 我几时帮着他要钱了 将来你的钱还不就是我的钱 我怎么会愿意让你多花呢 那为什么刚才我来的时候 还跟我生气啊 你这个人呢 说是聪明 又实在是糊涂 我当着他的面 不这样做 他越发疑心了 我又不是他什么人 赖着身子挣钱 给他用 我怎么还会帮他呢 委屈你了 委屈你了 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 柳公子 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事 还是算了吧 你说这话真够天真的 对了 你今天多大了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我很小的时候 就被拐子拐出来了 先是迈到杨姥姥家 杨姥姥的脾气很不好 她经常打我 接着就转卖到了吴家 后来就跟着大少奶奶 到了金家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 我真实的年龄 所以我自己也说不上来 那你姓什么 姓黄吧 不过方眼亡亡的 也说不上来 你还记得你父母是谁吗 只是一些 模糊的银子罢了 仔细的亲戚 我是一点也记不起来的 那你的家住在哪儿 小莲 你怎么了 家 从来都没有过 我从来都不知道 自己的家在哪里 真没想到 你受了这么多的苦 这句话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 小莲 我就是要把你从这些不幸中拉出来 我们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 我怕 我怕我们有那样的好命吧 命运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 我怕你还是要靠自己来的 我怕我怕你 我怕我怕你 你会不会 我怕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